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他比我厉害很多 他是正修科大观光油气系的黄申威黄教授 黄教授他除了当教授以外 他真是丰功伟业 他是少数在东部 在三十几年前在东部 那么偏远的做过真正的海洋调查的人 东部的渔业 然后呢 他又不甘寂寞的去做海洋行政 他做过高雄市渔业管理处的处长 可千万不要以为高雄市渔业管理处是个小处 以前全台湾 可能全世界最大的远洋基地 就是在高雄 再下来呢 他又去做了大学的校长 等一下我们当然会请他介绍 最后呢 他又回归平淡 进入了海洋的观光油气的部分 那也包括了一些最近正夯的蓝色经济部分的这些研究和这个实物 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就不小心变成了我的伙伴了 我们今天欢迎黄生威黄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不敢当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黄教授先对您自己的一个过程 这么丰富的过程 做一些介绍 刚刚听您这样讲 好像让我自己都会感到非常的杂乱无章 事实上从某种角度来讲 也许是叫做一事无成 不过呢 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大概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高雄市政府渔业处担任处长 你那个时候是海生馆的筹备处的主任 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常见面 那个时候事实上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远洋渔业发展最蓬勃 但是也是最乱的时候 再加上美国跟加拿大看到我们台湾的远洋渔船的流刺网的船队 常常会混货到他们的鲑鱼 所以就想办法透过联合国来禁止我们台湾的流刺网船继续的在作业 那你想想看我们的流刺网船队至少已经有两三百艘的船 在这个太平洋在作业 如何要把这些的流刺网的船队渐渐的去给它萎缩 甚至于讲难听的要给它消灭掉 或者是要去转型进其他的远洋渔业的这种的渔法的话 这个是一个大工程 那你晓得国人手法或者是守纪律的这种的所谓的习惯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流刺网船队去减少是费了很大的劲 而且很辛苦 甚至于有些的流刺网船呢 他们就奋而就去转航啊 什么叫转航呢 他们就进行叫做人舌船 所谓叫人舌船呢 就是带了一些大陆想要偷渡到美国的偷渡客 所以造成我们台湾的国际形象的影响都非常大 这个算是在当时碰到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遭遇困难 所以你实在是在从事海洋中间碰到一个大时代的变局 讲老实话 我就常常在好像在某种的关键时刻刚好都是不幸被我来碰到了 很辛苦 非常辛苦 可是我在你往下面继续请教你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有两个事情 要帮你做注解 哪里 第一个你的人生绝对不是杂乱无章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海洋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地方 因为它江海下额纳百川 所以什么东西在海洋里面都会发生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当你来做海洋的教育 或者有一天你选择海洋的行业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的 因为我们等下未来我们节目里面会有各种各样不同行业的这些人从事海洋的东西 你就发现了我们的黄生威黄教授不是杂乱无章而是人生丰富 我也要告诉你明明不是一事无成 太客气了 哪里哪里 其实我们谈海洋一个非常 我个人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 它其实就是江海下额纳百川 纳百川对 海洋不是要它自己有成的 海洋是要让别人有成的 它让那个鱼能够长起来 它让珊瑚能够兴旺 它让那个船队可以跑来跑去 对海洋对我们人类来讲贡献真的是非常的大 从各种的角度 不管是从生物与经济的角度 航运的贸易的角度 真的气象的 甚至气象的角度 或者是海洋文化海洋艺术的角度 甚至于讲一个最直接的海权的角度 这些都是贡献的非常的大 对 所以记得当我们在海洋里面谈到杂乱无章的时候 你不要用那种传统世俗的想法去看它 当谈到一事无成的时候 你就想我们人生能够做到最好的事情 就是对别人有用 对自己不一定要有很伟大的成就 好了 讲完了这个我们这个海洋哲学 讲完以后 我们来谈这个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人生中很重要的转子 其实我记得您最早在台东的水产试验所 台东分所 分所 对 那个全名是怎么 那个时候是台湾省水产实验所台东分所 它在台东县的那个成功证 是 那那个时候您从事的研究是哪一方面的研究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台东分所 它是地处偏远 那个编制规模都很小 所以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台湾的东部的海域 的一些回忧性的鱼类 尤其是这个所谓的鲸鱼 或者是鬼头刀 或者是鳍鱼等等 做一些资源的研究 另外呢 它在养殖这方面 它主要是进行两项很重要的这个养殖的 一个是龙虾的养殖 一个是九孔的养殖 主要是 那如果是对区域来讲 就是台湾的花莲县跟台东县的这个海域为主 我还记得你那时候是写的一本书 可能是台湾最早的写 东部的海洋渔业 是 可不可以把它 至少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情况 在学术上面给我们做一个它的特质的描述好不好 OK 谢谢你 我写的这个东部海洋渔业 我在想大概是国内第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去介绍这个海洋渔业的 那我那个时候是从捕捞的角度 就是说在花莲在台东的外海啊 200海里经济水域内 我们可以捕捞到哪些主要的经济的渔种 它的渔据渔船渔法的介绍 更重要就是关于所谓它的这个渔业经济的部分 渔民的收入啦 渔民的生活的部分 加以给它介绍一下 那我这个印刷起来呢 我是朝向比较精美的图片 或者是相片比较多的角度 比较适合我们去阅读 不过这个就像我们广播一样 你讲的这个深入浅出 大家听起来就兴畏盎然 如果你写一本学术的著作 可是能够用图片来辅助的话 我们就真正会了解东部的渔业了 所以在东部早年的时候 它其实非常丰富的回游鱼类的鱼场 对 鲸鱼啦 鳍鱼啦 还有一些鬼头刀啦 甚至于这个鲍鱼类都蛮多的 都蛮多的 那现在的情况呢 现在的情况好像东部的鱼业还是在存在 但是东部鱼它有一个更特殊的 就是从民国八十 应该是八十九年起吧 新起了 开始赏金 赏金的风潮 也是从东部 包括现在的宜兰县 花莲县 台中县的海域 大概有二十几艘的赏金船 就是从我们的传统的渔业 转型到休闲渔业来了 赏金的风采 也让我们国人能够更了解 台湾的东部海域的鲸屯的生态 鲸屯的成长的情形 大概这样子 我们既然是一个教学节目 所以我们就要面对现实 对不对 所以在东部的赏金 出去的大概赏到的是鲸鱼吗 还是海豚 事实上 国内的教授中 除了周连湘周教授 他是推赏金之外 我可能是上赏金船最多的教授 因为我每年都会带我的同学 校外教学到东部上赏金船 从事所谓的海洋生态观光 大概我过去的经验中 大概百分之八十的几率 看得到鲸屯 那百分之八十的几率中 大概看到海豚 事实上海豚也算是鲸鱼 只是说它的体长比较短 大概是四公尺以内 的比例大概在九成以上 真正想要看到杀人鲸 什么鲸鱼的话 事实上它的豁然率是非常低的 不过我们当门客看到海豚 在那边跳跃 追着我们船跑 飞旋的时候 事实上就已经觉得非常的快乐 赏金的风采 也让我们国人能够更了解 台湾的东部海域的鲸屯的生态 鲸屯的成长的情形 大概这样子 但是我们节目最有乐趣的就是说 等一下我们两个会有对 赏金和赏屯和赏金屯的定义 会做一个说明 可是你要等到我们下一节 你这听得到我们在讲是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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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